今天會做一個清蒸麻油 這裡有一條麻油 街市的魚丼 它會幫我們打輪 事實上其實這些輪都不是打得很乾淨 我們用剪刀的背面 把這些多餘的輪都打開 打乾淨之後 我喜歡把魚尾剪掉 因為家裡的碟子不是太長 所以把它剪掉 因為碟子不是太大 所以我會把魚尾切開兩件 在這裡切一切 在一邊切一刀 有時候刀不太適合切骨 剩下剪刀剪掉 在中間剪一下 這樣就剪開了 這裡會有少許鹽 好 在魚身上拿點鹽 因為麻油含的脂肪較多 所以拿鹽後會更香 稍微厚一点 接下来切姜 我自己很喜欢在鱼上加多些姜 然后切丝 把姜铺在上面 好 这条鱼准备好了 在锅中加点水 煮滚了 把鱼放进去 我们在鱼上加少许油 我喜欢加少许味淋 再加几滴豉油 盖上盖 蒸大约9分钟 看看蒸9分钟的鱼 放在上面再加少许味 喜欢吃葱的话 就可以加点葱花 我只喜欢用姜来蒸 这个清蒸麻油做好了 走了 走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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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